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9月21號的時候 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了 簽署局部的動員力 哇 這可厲害了 動員30萬的後備役的兵力 要全力解放頓巴斯 真的要開戰了嗎 強調是部分動員 只有目前預備役的公民 首先是在武裝力量 服役過的公民 具有一定的軍事專業 還有相關的經驗 才會被徵招入伍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發展 它事實上今天有 有三件事同時發生 一個是俄羅斯國會通過一個法 說前線逃亡可以除死刑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部分動員令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9月23號 就後天在領區有四個地方 要舉行獨立公投 就來看一下包括這邊 盧甘斯克 頓內刺客州 還有赫爾松跟那個扎波羅熱州 這四個地方舉行公投 那因為目前被很多人詬病 就是說他佔領的地方 不能夠有效的維持治安 那不斷的產生暗殺行動 那使得當地 比如說有一些俄羅斯人 甚至是烏克蘭人 他願意跟俄羅斯的新政府合作 那他有生命的風險 所以你這樣人家怎麼生活啊 而且有時候因為要 那個烏克蘭一些暗殺小組 為了執行暗殺任務 還會誤傷到別人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30萬 主要是要進去 就是坦白講 就簡單講就是頓巴斯 或者赫爾松 當地的民兵 沒有辦法有效的制止暴力 所以等於是他要去協助 那些地方來維持治安 所以這些並不是 未來要參與戰鬥的 是要在當地維持治安的 然後讓本來在駐守的二軍 可以就專門去從事戰鬥任務 大概是做這樣的分工 所以您覺得他這個時候 做這件事情是不是也讓 有一些希望有一些成果出來 你當然樂觀講 可以說是一個節點 就是說就是到此為止 那他所求的就是 因為他的模式通常如此 比如說假設頓巴斯 這四個地方公投獨立了 然後俄羅斯就會跟這四個幫 遷立那個叫做互助條約 他以前都這樣搞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他就這樣搞 他就是十年為期 然後二軍可以介入來成立基地 所以等於就是 他在當地就會有 二軍的軍事基地 然後協助當地維持秩序這樣子 然後我估計應該敘利亞跟 敘利亞跟北韓都會承認 那接下來當然要怎麼做 那我覺得他大概就是說 我可能就到此為止 然後他固守這四個地方的治安嘛 然後接下來才 因為你一定要 這個就是我們任何作戰都是這樣 你如果完全都沒有一個 一個結束點 結束點在哪裡嘛 比如說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跟巴勒斯坦談嘛 你屯梗區要不要結束 你要不要從屯梗區撤走 那他如果這樣就已經意味著 哈爾科夫他可能不會去攻打 那奧德薩他也不會去攻打 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習近平跟那個莫迪喔 應該就是只問他這類似的話 就是說美國是希望 俄乌戰爭長期化 那難道你也希望如此嗎 那到底要怎樣才能夠停火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做了 因為聽到了習近平跟莫迪亮的話 我覺得他回去 就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決斷 就是說好 我就動員吧 那至少要穩住 這四個地方的治安嘛 那接下來就 因為他今天的演講還有講到一段 他說我們 願意沒有任何前提的跟烏克蘭來談 和談進一步這個戰爭要怎麼處理 他也有講到這一段 是 那當然亮哥講的這一塊就是來看到 包括這個俄軍所佔領的這個地方 就是剛才講盧干斯克 頓內斯克 還有加布羅勒 還有赫爾松 這四個地方呢 其實要舉辦一個入俄公投 那這個時間點大概是23到27號左右 這邊會進行公投 但是大使您怎麼看 釜丁他其實也有講這段話 就讓大家西方國家開始炒作 說很擔心的 譬如說來看到 說會不會動用核武威脅 還說不是虛張聲勢 釜丁說如果俄羅斯領土受到的威脅 會使用我們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 俄羅斯擁有各種毀滅性的武器 甚至比北約的更現代 我不是在虛張聲勢 但是8月1號的時候普丁曾經有說過 俄羅斯深知在核戰當中沒有贏家 不會發動核戰的 我覺得俄羅斯每次要採取行動之前 他一定會做這樣的警告 說你不要來動我的本土 我在外面行動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跟我 我俄羅斯有來領土 你在那邊跟我鬥爭 我還沒有話說 可是你不要動我的本土 我的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 你誰侵犯我的話 你就警告你 我有核子武器 俄羅斯並沒有像中國大陸的核武政策 大陸上的核武 中國大陸的核武是 我不會主動第一級使用核武 我的核武是防衛性的 俄羅斯沒這套 俄羅斯是我的國家領土受到威脅 我也受到攻擊 我任何手段我都會用 包括核武 這個話就是警告美國 就是在警告美國 那這句話一出來 我就想說完了 就是要大動大行動 要開始又要大動干戈了 那而且他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 這個普丁上核會議完以後 他有一句很重要發言 我們應該注意就說 他說我會儘快結束這場戰爭 儘快結束 那現在是他的收山之座了 收山之座了 他準備就造成這個計程事實以後 就把他怎麼樣 長期化 我當時拿克里米亞 也就這麼拿的 你能怎麼樣 我現在在加松赫爾松 扎波羅勒 你又能怎麼樣 他今天就是這個態勢 而且我覺得普丁這個人 他講話你一定要仔細聽 他講話都有深遠含義的 在他發動戰爭的前一天 他講了一個多小時 只講了一句話 我認為就是說 只講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歷史 對那個時候大家還不知道說 為什麼講得那麼長淵源 他就是講歷史 可是有一句話 我認為是這個重中之重 就他認為你烏克蘭 你今天從我們俄羅斯的大家庭 離開了 那我只有一句話 屬於你的你拿走 不屬於你的 你一寸土地都不能拿 那意思他就很清楚了 那他今天畫的這個四個地方 四個州 就是普丁認為 烏克蘭你今天分家 這幾個地方 我無權帶走 還是我 所以不惜動用重兵 然後跟西方完全決裂的情況 就出兵 那所以我是覺得 最近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已經展開了 對不對 已經它的這個精準飛彈 已經開始在打擊重要軍事目標 沒錯 其實俄羅斯的實力 遠在烏克蘭之上 它的手段沒有用盡 它的高的精準的 這種轟炸機 它的高的精準的這種導彈 基本上都還沒有出爐了 然後它用的爆炸的量 它也沒有用的很大 因為它基本上 它是盡量減少平民傷亡 這個原則之下 那就是針對軍事武力 部隊這種地方來打擊的 可是並不表示它永遠不會這樣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它一定提升 那它現在動員這個人 它特別想有部分動員 因為如果部分動員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會主動開始打擊 那我想23號嘛對不對 這個公投開始 西方國家烏克蘭 就只有坐在那邊乾的瞪眼看 造成繼承事實 就另外兩個克里米亞在出來 你能奈它何 然後它的部隊就進來了 動員以後就進來了 在初步時期它一定要把它穩住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普丁他是 不動並不表示 他們有計畫 他有動一定是他的計畫 在實施計畫 看普丁可能是現在的世界各國領袖 實際參與戰爭最多的 他的出今天能夠做俄羅斯 穩坐俄羅斯第一把交椅 不是選出來的 他是打出來的 他是從車程 從這個幾個俄羅斯 就是整個蘇聯帝國瓦解的時候 那一片亂局 那一片殘垣斷瓦裡面 普丁是從這殘垣斷瓦裡面打出來的 他才今天得到俄羅斯人民的信任 那今天面對烏克蘭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還是會展現他那個鐵碗 跟他那個戰略戰術 跟他整個對整個一個全盤的這個戰略 跟他執行的這種方案 我覺得他會一步步展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說了 那你西方你又能怎麼樣 你又能怎麼樣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西方的話 現在歐洲事實上 我跟你講 不是瘸了一條腿 現在歐洲根本趴在地上 你北約去動員看看 動員不起來啊 德國已經不會拿任何武器了 德國還有很多反戰的聲音 對 他不會拿武器出來了 其他 你能依賴波蘭嗎 你能依賴立陶宛嗎 這個是要爭刀爭槍在戰場上幹的 我們不要被那些西方媒體在那邊 把那種宣傳跟現實搞在一起了 戰場是非常殘酷的 沒有實力就不要來攪局 你來攪局的話 來插花的 來這邊做宣傳的 來什麼打卡的 來什麼刷存在感的 真正 戰場上這些東西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現在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收官之作 那就看西方 西方現在沒有 就是美國你要怎麼回應 西方裡面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